这一回事案风暴冲击台湾的国际形象 国内许多餐厅跟小吃店也遭受牵连 使得业者必须自保 上市台积电的员工餐厅定期检验食材 而且餐厅本身还亲自管控供应厂商 也让员工餐厅在这一波事案风暴当中平安度过 台积电员工餐厅每天供应上万人次用餐 这两年坚持控管食材源头 每一季固定检验原物料 这一次面临到全台收油的风暴 也紧急张贴油品使用公告 让员工无后顾之忧 面对收油风暴台积电董事长夫人张淑芬认为 家庭主妇更要警觉 若是检验单位人手不足 希望有此专业的人能够来当志工协助检验 我觉得赚的是没有良心的钱 既然有第一次上一次去年的一个事情发生 为什么这一次我们拖这么久还在让它发生 我们是不是自己家庭主妇能够更警觉一点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说他们的真正有些单位 他们人手不够 那我很希望就是有些专业的人出来做一些志工 台积电员工餐厅公餐共有五个时段 几乎全天后开放 平均中午每桌的翻车率高达四次以上 餐厅店也有满意度调查定期检验食材 也让员工吃得安心 联合报告正分新竹报道